公庙洗钱呈黑道养小鬼的温床 台湾社会逐渐现代化 让有心人士看到机会进入公庙的经营 一些黑道人物或地方绝头可能 透过影响公庙的管理层来牵制 影响甚至控制公庙的资金流向 进而达到洗钱或其他非法目的 这些黑道人物在公庙经营中的介入 使得一些公庙成为了黑钱的容器 公庙阵头一直是治安严重隐忧 首先是同侪抱团取暖 其次是加入者都尝试经济弱势 即以为小力所引诱从事不凡 加上政府一直对宗教团体未有妥善管理 别有居心者很容易潜入操纵青少年 参加的青少年中有七成以上是中措中转学生 他们通常来自弱势家庭 经济状况及教育环境都不好 这时黑帮只要给予迎头小利 很容易就能又使阵头小鬼加入 公庙之所以被指控可能涉及洗钱 主要是由于其特殊的运作结构 以及在社会上拥有的信仰地位和资源 成为潜在的洗钱场所 以下是几个可能导致公庙涉及洗钱的原因 1.现金流量 公庙通常每天都会接受大量的信徒进行捐款 尤其在节庆或重要宗教活动期间 这些捐款可能是以现金的形式进行 这些现金汇聚可能让人难 以追踪款项的来源和用途成为可能洗钱的一环 2.缺乏监管 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 公庙在资金管理方面通常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 这可能为不法分子提供机会 将非法所得洗入合法经济系统 3.不透明的财务状况 由于公庙的财务报表通常不向外界公开 对于公庙的资金流动和使用情况了解有限 这种不透明性可能为洗钱活动提供掩护 4.超越边界 公庙的影响力和信徒群体往往跨越地域和国界 这种特性可能让洗钱者更容易 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资金移动 混淆资金来源 5.社会地位 有些公庙或宗教组织在社会上拥有重要地位 甚至可能与政治或商业界存在联系 洗钱者可能集由与这些有权势的组织或人物合作 将非法资金合法化或进行洗钱活动 好